这个 用这个榨汁机 我们是用这个柳橙 我们已经榨好了 这个橙汁呢 我们在楼上它有一些比较现实的 也是新鲜的 楼上有这个现成的橙汁 楼上有 后面这边也有 这是基本上是无浪 不公害有机的 我们用这个是叫方便 然后呢 我们两次用橙是用两个 商品是用两个 那我们现在呢 就把这个线杖 这是柳橙 柳橙 先让我们先炸 盘也是一样 盘也是一样 盘又炸出来了 柳橙也炸出来了 就炸进去了 然后呢我们用这个挑衣机 用这个调理机 这个葡萄 葡萄我们当机有污染 我们就因为 大致要吃了我们就用脂肠打进去 这个葡萄从不倒进来 我们不是一个浴网 不是一个浴网 浴网不用浴 大家会有这种 马力比较强的调理机 一般果汁机 它不见得会绑石给打碎 所以然后有渣渣 渣渣就过滤一下就行了 把它滤掉 一般割起来有点厚 这样给它滤掉 滤掉之后就能割了 你可以想象 这一杯是好喝的 我们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一件事 当生理生命的时候 千万千万 第一个 先自己来调理 不要害怕 我们很多人动不动找医生 动不动找医生 我们把扎给滤掉 扎给滤掉 这边葡萄籽很多的 你看看 这个马力当然我朋友打很久了 葡萄籽一堆的 一堆的 一堆的 所以我还是遇到了 还是遇到了 好 那这一堆就要现炸现割 要现炸现割 这是高级果汁的做法 我们那个后面是 葡萄籽冰是有炸的吗 有有有正在炸的 炸了 我们就开始分配了 好 我们因为那个不能咬 一炸就分配了 好 在他们 在分配这个果汁的过程当中 我来跟各位讲一段很重要的 大家必须要相信你自己的身体 一定要相信你自己的身体 我们说生命有无限的可能 生命会自寻出入 你要相信这个是 不要动不动找医生 动不动找医生 西医 对人类健康有贡献 什么贡献 急救 对不对 传染病 病